好,大家都知道我今天的四科王地獄回來了 那我就做一條隊,地沙隊,去玩這關 那之後這關最要注意的都是第2和第4的隊 第2和第4關而已 那開水模開火模 那之後你就可以很輕鬆地過這關 那用這條隊要特別注意,就是第2和第4關 其他就不需要注意太多 那這隊都挺平民的,除非你告訴我沒有火彈 我沒有在那邊說 好,第2關 那它是出現在CD2那裡的 那就是主戰攻擊那隻大一隻蝴蝶 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會GG硬 那不是它會打到我的彈 那其實你就是要殺了一隻彈,然後再開炭技 我建議開炭技,不然就會死得很慘 那那這就怎麼辦 那這就怎麼辦 那這就怎麼辦 那這就這樣 好,搞定 第3關又回忌了 那這就非常之幸運,在這裡回忌了 那之後你就不用理任何東西了 那之後你就不用理任何東西了 直接轉死那隻 直接轉死兩隻彈就可以了 血量不會太高 所以你應該可以應付到的 好,第4關 就注意啦 一定要殺了一隻彈先 第一件事 那我建議就不用開了 我建議剪定隻彈 然後就盡量能力去轉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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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你打也不會打到左邊那隻的 因為他有攻前盾 那就是C3 一定的了 之後我現在就開尼莎 然後就拿去減滅角效果 然後就拿去減滅角效果 那就完全不痛的 差不多了 那呢 我不知道對某些隊伍來說 會不會很痛 4000多傷害 那是手殘 無敵大手殘 OK 就這樣交掉他 那之後呢 就到這條隊了 就到這隻 前階素材了 正常九成九都不會跌的了 除非奧希有公 今次跌了 那我覺得就應該沒可能的 對 是沒可能的 那就這關 對 那呢 我建議開坦記 因為 其實 你 不開坦記 都可以的 但不開坦記 有風險就會大一點 不過我會試一下 對了 那現在 那呢 就現在有兩個回合 給你轉 那就可以轉死 封口的了 不過剛才的老建議 就開坦記會安全一點 好 好了 那就 來到皇關 那呢 就 對了 對 帝加布羅 幾能全開 其實只要開莫里 就可以了 不用開其他東西 只要開莫里 純粹堆 還有 她那個 增傷 那 那 就十二康堡 隊進去 早上了 之後就跟她說 之後 結卡 拿魔法射 其實我是清了一次 那 我是現在 特得六天給你看 那 那 四方王 就不算太難 那 其實 如果 你用我的隊 都可以過到的 就算你全部都是1 都好 總之 我希望你不是全部1 當然 你全部1 我不可以包裹 總之 你是需要水毛火毛 齊開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水毛火毛 總之 放其他東西 就是這樣 對了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所以 對了 就是 這樣 就是這樣 5分鐘 都很快 因為 就要吸 所以就容易一點 那就 對了 嗯 期待 下次 還不可以繼續錄 或者 對 低中意願 就這樣